投資者可以留意美東汽車,1.268 見到美東汽車近幾年的業績增長非常不錯 以年均復合增長度來說,大概有三四成的利潤增長 見到集團,其實最主要是一些低線城市 特別是三四成城市,一個汽車品牌的代理銷售 進展相當不錯,特別是一些豪華車品牌 而今年上半年,業績增長也有七成多 暫時來說,預計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底 預期的市民大概35倍至26倍左右 相對來說比較合理 預期這個豪華車品牌在內地的銷售情況 預計在今年下半年或第四季度 銷售增長的情況依然值得期待 所以短線來說,投資者可以在40元留意 目標價格可以放在45元 此時虧位可以放在37元 1個月 2個月 3個月 有些人 增長的業務